今天我要讲的这个内容 对于已经拿到了美国大学研究生的offer的同学特别有用 建议大家可以点赞收藏 一简三连 只要遵循我讲的几个要点 那你选offer的思路就会清晰很多 首先研究生的offer应该遵循的第一个大原则 就是一定要把就业作为一个考虑的主要方向 因为你研究生和本科最大的不同 就是你研究生拿到学位之后 其实跟着就是就业 所以你一定要考虑学位之后的出路 而本科你找一个排名好的学校 那么你将来也可以就业 也可以去读研究生读博士 但是研究生是很多同学的最后一个学位 所以你在选择学校地区专业侧重点 都要考虑到就业的因素 而且要针对个人的因素来考虑 所以对于排名和就业的选择 不能一味的只追求学校的排名 而忘了就业的成功 第二个选择就是STEM和非STEM 如果一个offer是STEM另一个不是 那么我建议一定要重点选择STEM的专业 而且学生一定要了解 美国移民局发布的STEM专业的列表 有很多其实看似文科的科系 它也有STEM专业的 比如像商科、关系、教育这些科系 如果是这个项目STEM的话 可能需要的排名是退而求妻子的 因为在硕士结束 STEM可以有三年的实习期 非STEM只有一年的实习期 我的一个学生他就拿到了 前100名公立大学的一个STEM专业的一个offer 和另外一个前54例大学的非STEM的offer 当时他就是果断的选择了STEM的offer 那OPT的第一年虽然找到了工作 但是低价雇主他不sponsorH&P 就是给你办工作签证 这个时候因为他是STEM有三年的OPT 所以他就有时间有机会去跳槽 再找到新的工作 现在他已经是拿到了绿卡 在一个大厂的厂业就业 所以STEM对研究生的学位和就业 双成功是至关重要的 好本周六的上午10点 我和谭老师会来讲每年的offer选择 以及2023年秋季硕士的录取初步的总结 欢迎大家参加 美国求学就业找后人 我是常老师 你给点赞 我们下次再见